好的地方 你多活10年 你在这儿你少活10年 我觉得中国人反而长寿的 对 常会好 百读不听 而且我甚至最近还有另一个 我最近还有另一个问题 就说这个卫生部还是哪 这国家向这个民间 征集了几百个方案 就是地沟油 检测地沟油的这个手段 最后现在发现没有一个 有真正的作用 那么我想 既然怎么都鉴定不出来 地沟油跟好油的分别 是不是地沟油就是好油呢 是不是实际上 对吗 我现在甚至怀疑 它是不是就是呢 这个时候任何国家 都不能指望政府 这要靠市场 对 靠老百姓的权益意识 那如果你听到了 看到了某一个情况 遇到了这种假的 或者什么地沟油 那你肯定得通过什么媒体 通过其他的方式 去传播自己的信息 这叫权威嘛 那你是通过这么多样化的言论 不断的碰撞 最后达到的一个标准 就是它这个权威嘛 对 渐渐就是民间来采取行动 但不仅是 而且政府也需要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法国人对于一个报道的真假较真吗 也会较真 但是中国现在社会上 到了一个比较的 我觉得比较极端的 就天天都在辟谣 我认为日本人和中国人 都是两个极端 刚刚为什么说要辩护贵国 就是说日本人是个性善论 极端的性善论 相信人之初性恶论 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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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呢 报上说什么就先说 极端的性恶论 什么都得怀疑 那就是说日本 因为我们曾经什么都相信 你知道吗 对 这一个极端 所以你们是宁可心其无的 这边可能是更多宁可心其有 对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点 是我认为就是说日本 我们始终认为我们缺乏批判意识 我们缺乏一种就是说怀疑的精神 所以看那也不能盲目的向贵国学习 那这应该取长补短 但就是说这还是要取得一种平衡 我可以很权威的告诉你 我们法国人一向不缺乏批判主义精神 对 法国人多爱批评了 特别爱批评 什么事都批评 但是它没有引起什么问题吗 你觉得 有啊 有啊 因为很多时候你会影响情绪 他们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爱批评的人 对 最不幸福的 就是不管报上说什么 总统说什么 谁说什么 大家都在批评 所以我说过这个矛盾嘛 我们为什么批判 为什么罢工 为什么不满 因为我们认为 我们只有通过这样的抗议 才能去争得我们更好的幸福生活 对吧 这是没错的 可是你越意识到这些问题 你越不可能幸福 这是一个矛盾 是一个万幸循环 而且呢 我就觉得现在很多人 就说是开药方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有些人说是道德坏了 道德坏了 所以这些个假的层出不穷 而且呢 这个人心呢 就没有了信 没有了信这个字 那其实比如说像达芬奇 像这个央视之间发生的这个事 还有人有一种观点 就是说法律如果你不用它 它就是没有用的 法律定出来 所以这种观点就是说 鼓励你打官司 就在当前这个时代下 别管什么性善性恶 我们听法律的意见 你们去打官司 看看最后法院怎么样的裁决 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 再健全 可能好像似乎越多 越健全法律的国家 它越多的官司 为什么 因为法律很细的时候 它有很多 除什么什么情况外 如果你可以排除什么 然后利用这些空子 再告诉大家 那很简单 我都见过一个是 有绑架罪 还有就好几个罪名 很严重的 但就因为警方抓捕过程中 程序出了一点点小问题 这是不合法的 对吧 就这个整个案子取消了 所以你要再想起这个案子 抓这个坏人 那你得重新搜集材料 重新交一个新的安全 这个完全作废了 这就是法治国家 对 天下就挺邪恶的 是啊 所以就是说 在日本的话 我们法治或者法律 它是就是说 法律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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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说 我们说首先 我们看舆论 看媒体报道 OK我们看了一个政府的表态 但是我们民众 我们说主权在民 有什么样的人民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那就是我们说 人民最后相信的是什么 我们相信法治也不是完美的 但是法律 在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当中 最权威的 那今天在中国 法律显然是最弱的 那就是说大家 我这边比如微博 我微博我是很警惕的 就是说微博的背后 法律的影子在哪里 几乎是没有的 大家完全凭情感 就乱吵架 是吧 然后讨价还价 在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不考虑这种标准 那就是说 法律在中国的地位 显然是太低的 所以你说的一种标准 其实就是权威 就是你刚才你用的这两个字 所以你看两国人士 都给我们我国提出了建议 就是法律 法律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朱丽严要戒场 朱丽安要戒场 朱丽严 对朱丽严 罗明欧说的怎么样 对刚才他说的 加藤说的法律 这种权威的标准 其实让我想起 就是很多 我的中国朋友跟我提的 你看我们国家就是没有信仰 没有信仰就是没有方向 其实你说的这个不是一种信仰 信仰 信仰法律 信仰法律 他就大家朝一个方向看 你其实也是保证社会秩序的一个方案 对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 那就是说我们的首相 我们的外相 我们的老百姓 企业家 是吧 我们在法律的面前永远是客气的 但舆论呢 舆论是肯定有个博弈的 是吧 就是说那他们的媒体的作用也是监督法制 但是你知道我再给你们提出一个问题 也是一个中国的成语 我们这还有一句话叫法不择重 你知道这玩意儿真是挺难办 法院的人手是有限的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如果所有中国人都去打官司 中国法院立马崩溃 疯了 但是事实上多少产品有问题 所以我们前一阵说到这个食品 或者什么的 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还提出一个口号 我说请去验证每一个标签 请去检验每一个产品说明 我自己的直觉 中国的这个产品 在这个产品标签 很大一部分是有水分的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 我平常我的感觉 我老觉得在北京买东西受骗上当 我老会觉得有点 不管在哪个环节上 老又觉得受骗上当 所以谈到呢 我再转回达芬奇这事上呢 我代表法国人也要说一句心理的话 就是要培养一种大家的审美 虽然审美有时候 大家都可以说是这个 萝卜白菜哥所爱 但是审美太重要 就是达芬奇这种 为什么欧洲人不会 我觉得他还是审美上 比较保留了一定的传统 一定的审美 所以这种就是不伦不类的 假贵族的 是四不像的 然后就放在家里边装潢 什么风格乱搭在一起 就像这个Gucci的眼镜 那个DNG的帽子 然后是用哪个 阿曼尼的裤子 对 所以中国人很不自我 中国人很不自我 极端的不自我 我也非常同意 我也作为一个 普通日本的国民 就是说也要说一句 就是说中国人的审美 标准在哪里 审美观在哪里 你穿了一个什么Gucci 什么Prada就好了吗 你不买国货了 就是什么牛了吗 所以我是很搞不清楚 我作为一个记者 我觉得实际里头 有的时候你只能去打 那个你惹得起的 你不敢打那个 你惹不起的 其实长期下来 你自己也不正义 对吗 你不也是欺负小个的吗 是吧 你也不敢惹大个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曲江楼贯文明启示录